欢迎收看本期的每一次看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克隆丈夫》 女孩瑞贝卡来到爷爷海边小屋居住 在这里她认识的男孩汤米 俩然迅速建立了感情 可没过多久 瑞贝卡要离开小镇跟随母亲去日本 汤米承诺会去送她 离开那天等了许久 瑞贝卡也没等到汤米 只能失落地踏上了轮船 12年过后 瑞贝卡再次回到日本 回到这个小镇 这里有她牵挂了许多年的汤米 她找到了汤米的家 却得知汤米已经有了女朋友罗斯 然而一起回忆小时候的事情 把罗斯晾在一边 罗斯受不了选择跟汤米分手离开了 瑞贝卡和汤米在童年感情的基础上 迅速成为了恋人 汤米加入了一个激进团体 养着许多蟑螂 准备制造混乱 这天汤米开着车 带着蟑螂和瑞贝卡进城 中途瑞贝卡下车上厕所 没走两步就听见身后传来巨响 汤米发生了车祸 当场死亡 回到家中 伤心的瑞贝卡拿出汤米 送给她的童年玩具 里面有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会永远等下去 这儿瑞贝卡做出了一个决定 葬礼过后 瑞贝卡长来了汤米的父母 劝说他们签下了基因复制的同意书 将有着托马斯基因的胚胎 植入了自己的子宫 不久之后 汤米出生 一天天长大 镇上的人对复制人都怀有敌意 认为他们是人工乱伦的产物 于是他们便搬到了周围 没有什么邻居的海边居住 一晃很多年过去 汤米又成为了一个青年 他将自己的女朋友带回家过夜 瑞贝卡心里非常不高兴 俩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这让瑞贝卡感到伤心 一日 汤米的母亲来到了小屋 看了一眼儿子 就默默离去了 汤米心里感到诧异 她觉得自己认识了为老夫人 可瑞贝卡却选择了逃避 得不到答案的汤米 平息越来越暴躁 而看着汤米与瑞贝卡之间 若有若无的暧昧关系 瑞欧也选择了离开 在她的逼问下 瑞贝卡终于说出了真相 她给汤米讲述了两个人 小时候的故事 和汤米因车祸去世 自己选择重新生下她 看着电脑里面自己的照片 汤米崩溃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自己和瑞贝卡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清晨 汤米背上了行囊 离开了这里